疫情稳定而今年恢复举办的新竹县夏季公寓欢乐综合营队围棋五天开跑了 低收单亲医护还有军公教的孩子一共有30位小学生免费参加 由专业的教练教足球乐乐棒球之外呢 还有就是冬季奥运的项目冰湖要从中来发掘运动的兴趣 在户外做完热身操接着打击手手持球棒用力一挥把球击出 乐乐棒球赛在主北国民运动中心开练 也宣告夏季公寓欢乐综合营队开跑 吸引了30位国小学童来参加 这五天的内容其实我们是用多元化的活动来增进儿童 就是我们参与学童的运动知识 除了乐乐棒球然后定向越野 这次的特色是冰湖 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营队里面 跟各位学童介绍这个冰湖奥运项目 你看这个有很多种运动 那让他们这五天当中欢乐当中学习运动知识 跟运动习惯 让培养运动习惯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欢乐公益营队 送上运动包包 勉励血统启发潜能 前年第一届开办获得回响 去年受疫情影响而停办 今年疫情稳定恢复举办 营队为期五天 县内低收单亲医护军公教孩子 共30位小学生免费参加 安排专业教练 教足球 羽球 定向越野体势能外 还有冬季奥运项目冰湖 带领孩子认识这项特别运动 让他们多方尝试 从中发掘兴趣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也学会团结合作 你最喜欢哪一项 冰虎 冰虎为什么 因为很好玩 之前有看过人家玩冰虎吗 以前有玩过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足球 为什么喜欢足球 因为团体赛啊 团体赛足球那种类型 一定要别人帮助 我觉得团体赛最好玩 抓住暑假尾巴 静态课程 还有美术 表演艺术 客家童韩制作等 丰富多元 动静态的体验 陪伴学童探索兴趣 也让运动风气 向下扎根 对